大家好,我是Stan Kunabi在音乐节沃特榜舞台 服装、身材都引起话题获得很高的关注后 被很多节目邀请 歌曲也在排行榜逆行的 人气不断的上升 而最近Kunabi在一所大学的 宵庆舞台上的服装 引发了 嗯...争议 9月20号 Kunabi在警察大学的舞台 表演了Underwater和Doflash 当天Kunabi穿着透明上衣 搭配黑色网球裙 而上衣是采用泳衣风格 加上透明材质 胸部和腰部都能清晰地看到 非常好看 啊...不是 非常适合 但是部分网友们却认为 公司把Kunabi性商品化 并要求公司更换服装负责人 这一部分粉丝们表示 没想到在我生日的时候 看到本名穿这么暴露的衣服 真的很心疼 公司要负责人 另外一位粉丝表示 所属公司要换Kunabi的服装负责人 从Waterbomb开始就故意走这个路线 这次的服装又这么过于性感 突然这样的理由是什么 公司要有个明确的答复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个争议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程度能说是暴露 不就是普通的女爱的舞台服装 这服装过于性感 应该就是嫉妒的那些人 担心身材好的Kunabi显露身材吧 在Waterbomb之后 Kunabi人气完全在上色 粉丝们会不喜欢吗 只要长得漂亮 身材好的女爱的露一点点 那一部分人就会发狂 最近拍很多广告 本人应该也是趁有反应的时候 努力在活动而已啊 Kunabi跟其他女爱都比 根本没有在穿暴露的衣服 而且身材那么好 也没有理由故意要隐藏吧 但是也有很多这样的留言 在Shorts影片看到很多性骚扰的留言 所以粉丝们才会不喜欢吧 所以对于部分粉丝们指责的 Kunabi服装过于性感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小时是 釜山回宣提南这个畜生 被韩国大法院判定了20年 20年 在韩国这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真的是监狱给他住 都觉得很可惜 下个小时是 之前有给大家介绍过 目前在韩国最火的艺人Dix 而Dix透过很多节目说过 自己最喜欢的女人是 TWICE SANA 而最近SANA出演了Dix主持的网络节目 在这里SANA叫Dix 오빠 Dix瞳孔地震的片段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又来看了 嗨 我要疯了 故障后使用禁语也太可爱了 Dix变成了燃烧的地瓜可可 又来看SANA 他父母到底是怎么样养他长大 让他变成这么有爱的生命体了呢 我也被SANA迷住了 姐姐 突然后起 华语圈的男生听到女生说 Oppa的话 也会有感觉吗 就是 的感觉吗 TWICE SA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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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